菩萨永远跟众生达成一篇 永远不捨棄众生 无论众生怎样糟蹋菩萨 他也不怪他 那我们看到 海青活生 老德活生 这两个都是世线的老实人 常常被人欺负 常常被人捉弄 他不怪别人 他还是欢欢喜喜 好像他没有感觉一样 最后 往生实现给大家看 大家才感到惊讶 活着这世纪 没有人敲得起他 没有人尊重他 没有人同情他 只有人拿他开玩笑 这是修生 这是真实智慧 表爷跟我们看 我们要求我 我们看了要学习 受一点委屈 受一点委屈 就感觉到很难过了 这怎么能成福 所以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 想想 海青老活生 受的委屈 海青老活生 老得 老得活生 你想想他们 我们就心贫 解惑 也应该是他们一样 能忍受 不要放在心上 无论是善 是恶 是人 是四 都不要放在心上 心上 只放阿弥陀佛 就对了 这真念佛人 真真西方 极乐世界 弥陀弟子 要想到 阿弥陀佛 硬化身在世界 也有人欺负他 也有人障碍他 念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 不要说外面 僧团里面 就有六群比丘 天天 跟世尊 造谣生死 这是什么 这是世间 叫世间相 你要了解 你现在在这个地 境界里头 帮助众生 这个境界就是这样的 你统统都要受得了 这个受得了 是我们凡夫说的 在他 连受得了 这个念头都没有 换一句话说 人家 极高明而道 中有 极高明的是 没有放在心上 高明啊 放在心上 就不高明了 别放在心上 才能跟大家 活光通晨 普度众生 众生 不好度啊 像海鲜老婆山 太好度了 那是山根 非常非常深厚的 再来人 他的师父 传接老婆山 教他这几句话 教别人 有没有 没有 不是每个人 都能做得到的 一句阿弥陀佛 一直念下去 明白了 不能乱说 不能乱说 谁能做得到 而他能做到 还做了一辈子 做了92年 那最终 在阿弥陀佛里 教满分卷了 这就满了 阿弥陀佛 那怎么办 走了 会不会再来 又来了 你不认识 换了个面孔 换了个身体 他又来了 为什么 不舍众生苦啊 众生太苦了 就像舞台表演了 这出戏 演完了 他又加入下一出 他不会去休息休息 不可能 于是 我们就能想到 这个世界这么苦 这个地球还存在 人还能活在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肯定 有许许多多佛菩萨 在这个世界 以各种不同的身份 来护制佛法 来保佑众生 帮助众生 度过这个难关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你 都 佛 叶 逆陶佛